我們來試看看喔 剛剛提到的 如果你今天有兩個以上的裝置 我們剛剛是不是只有一個開發板 對不對 那我有兩個以上的裝置的時候 甚至三個四個五個隨便你啦 都可以用 那怎麼弄呢 我們先帶各位來試看看 首先這個我就先丟掉一下 先把它丟掉 假設我現在有兩個開發板 現在這裡有一個 對不對 你可以再加一個進來 那以我這邊來講 我這邊用的是紅色的這個馬克一號 這個馬克一號的部分 所以我開發板就馬克一號 然後我的名字叫LGOA 有了對不對 但是呢 因為這兩個裝置是要串連起來 欸各位我們以前在學那個 裝電池不是有串連跟定連嗎 請問串連的有什麼缺點 中間如果有斷掉 還會有電嗎 並連的還有對不對 這樣知道的齁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網路線 都是那個並連的嘛 以前像我們在大學宿舍的時候 都是用那個同軸電纜 所以只要有一間宿舍的網路斷了 就整層樓都是斷的 好所以這個地方要勾起來 有沒有看到串連 這裡 後面 開發板的後面有沒有一個串連 欸但是各位說 你剛剛有勾斜龍控制你 這個不需要斜龍控制嘛 就把它勾掉 我現在就只保留串連就好了 好 那你看喔 我現在這邊 那我另外一個開發板 有沒有提供LED燈 也有呢 我另外一個開發板 是也有提供一個LED燈 所以會把它丟出來 那我的這個腳位是在10 所以各位知道為什麼你剛剛點的我都會亮嗎 因為我剛剛射程跟這邊腳位10是一樣的 你如果是跟我不一樣的拍誰齁 他不會聽你的 所以我現在是有兩個開發板 都雖然都提供LED燈 可是腳位不同開發板不同 所以我就把它串連起來 那麼串連起來之後怎麼去控制它 你就在這邊 你看開發板裡面還有第三個積木 有沒有當開發板串連完成 也就是說這兩個開發板我都連到了 確認裝置都OK了 我就可以利用這個開發板串連完成 來執行你想要做的動作 那這裡有一個缺點 如果其中一個裝置沒起來 你的動作就沒辦法執行 因為是串連嘛 了解概念齁 好 所以我就把這個丟出來 所以我們在開發板這邊 如果你有多個裝置串連的 只要在開發板這邊 保留硬體的連接就好 怎麼控制 都是由下面這個串連成功之後 才來做控制 那我現在就告訴他 一樣的 我的燒杯先打開 我希望我點了這個燈泡 就把剛剛的LED燈 打開 就狀態切換就好 一樣的動作 丟進來 點擊燈泡 狀態切換 現在我就執行一下 我們就可以來看看 是不是兩個都會亮 沒有 沒有 有一個沒亮 一個有亮 一個沒亮 我確認一下 LED角位 等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是用計電器 所以用這樣不行 用這樣不行 因為它不是真正只有接到那裡 這個是有計電器的 但是你可以稍微試看看 左右連續試看看 你可以左右連續稍微試一下 你會發現 這樣你在按的時候 我可以兩個就會使用 抱歉 我剛剛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兩個變數設成一樣名稱 不好意思 在這邊 有沒有 我剛剛這邊是LED 這是一個變數 可是這裡 我之前 是不是也是LED 這裡 變成兩個變數 不同角位 它就不會動 就不會動 那我現在呢 把它重新命名 怎麼樣重新命名 在這裡 有沒有新的變數 你如果直接重新命名 會兩個一起換 就會變成一個新的變數 那它就跳這個出來 那跳出來之後呢 變好了 但是點擊燈套這邊要換一下 因為我現在是兩個變數 所以是兩個要一起 對不對 那麼積木可不可以複製 可以 你可以Ctrl-C Ctrl-V 也可以直接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複製 這樣都可以 所以 現在呢 我這樣點擊 就OK 這裡亮 這裡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有人玩我的 哈哈哈哈 所以 有沒有 這樣亮了 因為如果不是我最後一個控制 就變成它是控制的人 所以 這樣有了解嗎 這樣就一起亮了 有沒有 因為剛剛又有人控制一次了 所以那邊又聽它的 因為它是最後一個人 好 很好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